或我們錯誤的資訊 結果錯殺了一個傑出的科學家 我想這個內心的矛盾一定存在著 那我今天有很仔細聽你在立法院的很多的說明 我真的陷入了一個矛盾當中 因為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一個複雜的單純 還是一個簡單的單純 我看到你在談到解盲的那個技術的時候 你流露出來的微笑跟自信 那是一種純然的簡單的單純 但我聽到你兩點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你今天來立法院 你真的做好了整密的準備 我相信一個傑出的科學家跟所有的做學問的人都一樣 不會放過任何一個細節 我聽到兩點的時候我在想說 院長您是很單純還是很複雜 對不起院長我真的陷入了迷思當中 當你提到了有關於是否有內線交易 或是有炒作的時候 你前後兩次用了沒有意圖 沒有意圖 但就法律來講 沒有意圖可能代表是你沒有犯意 但你可能有犯刑 院長 您是這個意思嗎 不是 不是說我沒有那個意圖 但是你可能今天已經犯了一些不該犯的錯誤 是這個意思嗎 不是這個意思 好 那這個就留在檢察官來做解釋 這是我第一個先起義的地方 是我覺得院長在用之前的上面非常仔細 反正做什麼事我都沒有意圖要違法 違規 就不只法律 就是一些很多很多的規定 都沒有這個意圖 但是從內線交易跟炒作股票 我有講過我絕對沒有這個行為 所以我要跟院長說的是 接下來我又聽到您提到 你跟李磚之間的互動 你說你很忙 你離家要上班在車上 李磚打電話來 你就隨便應付了他一下 這是我本來要問的問題說 院長日理萬機 怎麼一個全國最高學術單位的院長 還有時間關心股票 因為股票買賣絕對是上班日 我們都不允許基層的公務人員 在上班期間買賣股票 去關心股票 竟然中原院院長 可以有時間看到股票 院長這是我本來要問的問題 結果你都替我答覆出來了 你說你離家在車上接到電話 然後你就隨便應付他一下 院長你把我的問題都答覆完了 院長你真的有備而來 院長你為什麼連這個都會想到 因為那個印象太深刻了 每一次打電話的都是我在上班 要在車上的時候 所以你跟李鑽的互動都是非上班期間就對了 對啊都是在路上 院長這就是我講的 這是滿奇怪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在路上就有這種電話來 院長他在車上裝了監視器嗎 知道你現在在車上沒事可以打電話 不是大概都知道上班時間嘛 大家都大概都知道了 院長公務人員上班期間本來就不能夠做股票 結果您是幫女兒代為管理股票 對 但你又是公務人員 對 照理上班期間不改處理股票 可是你跟李鑽之間的互動你都回答到那麼巧妙 所以我才想說院長您的回答 到底很單純還是很複雜我真不知道 但是我在這邊 很單純啦 很單純 很單純嘛 所以我在這邊我要拜託院長 如果你要容許我再相信你一次 今天我們金管會在 稅務單位在 法務部也在 雖然我們立法院沒有聽政權 不能夠刻意你任何法律的偽證 只有到 只有政治責任 但是可不可以 今天你在立法院所做的任何聲明 都可以未來在司法的追訴過程當中 當作您的證詞跟供詞可以嗎 有的可能不是很清楚的話 我不會在這裡講清楚嘛 你看真的不太單純 你看很清楚的回答我每一個問題 我很清楚我一定回答 但是因為這個牽涉到台灣跟美國的事情 我有一些資訊需要整理啊 好 所以假如我很把握我一定講 好今天您在我們立法院講的話 未來在司法所有的追查過程當中 都可以做為一個證詞可以嗎 對 好 第二點 是否您真的讓我們相信 您真的沒有利用上班期間來處理股票 也讓中研院不要再沾上 跟股票有任何的關係 這一點上班時間 我的上班時間是 不是9點到5點啊 我的上班時間有時候是到晚上 院長 院長你不能跟我們比 我們是365天一天24小時 院長你可不可以承諾 因為這件事情 雖然你還只剩下不到6個月時間 你就要卸任 未來這6個月跟你女兒講 你不再幫你女兒處理任何股票 可以嗎 可以 這個完全可以 我相信你要這樣做 你才能夠讓我們重新相信中研院 你知道您的前任院長 在20年前推動教改 結果在20年之後 現在因為少子化很多大學要退場 所以李院長讓我學到一件事情 是原來不見得得到諾貝爾獎的人 每件事都比我聰明 翁院長因為你今天產生這些行為 又讓我得到一個智慧 就是你也可能會犯下 每一個人都會犯下的錯誤對不對 所以院長 還剩6個月的時間 不要讓中研院 變成大家認為一個過街老鼠 每次來立法院的時候 我們給你們是最高的尊敬 結果現在好像我們對你們的尊敬禮遇 好像變成是我們對你縱容放水 我們尊重你們嚴染人才 現在變成好像在仇庸肥貓 我覺得這對中研院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我曾經每次都問你說 您多久跟馬總統見一次面 你每次都跟我講說沒有 每半年問一次 你說每次都跟一群人一起對不對 院長 這次你總算跟馬總統見到一次面 但是竟然是這種處境 院長 我心裡很痛 是因為我曾經在這邊也說過 我說現在我們的行政單位 只能處理眼前的事 公務員院 國家實驗員員 又頂多處理3到5年的事情 能夠為國家想30年50年100年後的事情 只有中研院 院長 我們立法院對中研院是多麼的尊重 不管在立法院的備詢 在立法院的預算審查 我們是高度禮遇 可是你也可以在以色列開我們的玩笑 院長 說不過去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不是玩笑 維恩 我那個時候是以色列自己先開玩笑 他說他們有12個政黨 那整天都在吵架 那吵完還是有結果 有結果不一定好啦 那我說我們也是會吵架 不是肢體啦 我說言論上嘛 但是我們不一定都會有結果 有一些事情不一定要有結果 就互相知道這個看法就好 那我的意思只是在傳達這個 用比較輕鬆的 然後我開始又講的說 我出生的年 我出生1948 以色列也是1948出生嘛 都是在講一些比較 演講之前的一個玩笑 你沒想到會傳到國內來 這個我沒有想到說國內聽到 但是你要記得 你在國外消遣我們 我都包容你了 我覺得不是消遣啦 維恩 不是消遣 每一次都有結果 不管好的跟壞的都有結果出來 所以我們的國會也相對的也很糟糕 是不是 院長 我沒有那個意思 我只是說我們的國會 不一定每一次都有結果 就是等於是在回應他們 他們不管怎麼樣都有結果 院長 對 我最後就再說一次 請讓我們再相信中原院一次 今天中原院沒有業務報告 今天只來做專案報告 給你一個禮拜或兩個禮拜的時間 好好想想未來六個月 怎麼樣讓中原院重新振作起來 這一次連中原院三個院長候選人 都有人要退出 然後李遠哲再三交代 名單不能外露 不然要跳海 結果還是名單外露 所以院長真的已經出了一些問題 再給你一次機會 讓我們相信你 所以過一個禮拜或兩個禮拜之後 再來我們立法院報告一次 你準備未來半年 怎麼樣撇開私心 讓中原院讓大家可以信任 好不好 我想削弱候選人 或者削弱最後的這個 這個我們內部 是我們內部的問題 我也再三交代 這個會議完的時候 但是很不幸的 這個我覺得很遺憾 對啦 院長我要講的意思是說 從一些小現象 就看是看到中原院 可能有崩塌的危險 所以我拜託院長 用您的智慧 撇開您的私心 好好的為中原院規劃 然後用半年的時間 好好從政中原院 我們還是相信中原院的 好不好 謝謝院長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陳委員 接下來請費洪泰委員質詢 好 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我們列席的這個女士先生 主席幫我請一下翁院長 好 請翁院長 跟賦稅署的署長 好 賦稅署署長 院長 剛才陳宣勝委員說 你在以色列開了兩個玩笑 我個人第一次看到 後來我又多看了兩遍 我是覺得你是在逃開我們 你說會在打架 而且打都沒有結果 不是太